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想抵达我们本次的目的地长岛 目前只能从蓬莱的蓬长客港搭乘轮渡前往 值得一提的是 自蓬长客港发船的多条航线 也是直接岛上居民进出岛的通勤航线 因此都为可搭乘汽车的滚装船 但长岛不允许岛外汽车进入 假的话就别想了 只能将车停在蓬莱市区 然后肉身乘船动导 船票45元 每半小时就有一班船发出 航程约45分钟 通过微信公众号长岛船票寄个轻松购票 如果你恰好选择的是开放顶层甲板的滚装船 那么十分推荐你到上面来 跟海鸥激情互动一下 整点虾条 整点虾条 来 来 一把 饿一个事 看不到 好 来 虾条 自己吃了 拿着它不吃肉 糟糕 这一会糟糕就知道了 来 最后一把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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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狭义上的长岛指南长山岛和北长山岛两岛 简称南岛和北岛 现均以化归长岛旅游景区 这也是我们本次的目的地 岛上的主要乘舍方式是公交出租及包摄服务 同时如果你提前预定好的岛上的酒店或民宿 老板通常也会付送免费的港口接送 这就是我们在长岛住的民宿 看起来还不错 房间里一个床 两个床 东西半个儿了 一个长条闲的故事 放到袋上了 然后再次栽培了 有一个洋台 一个天台 这时候可以看到 这次我俩游玩的是本地的一名风光摄影师 是长岛小岛 他是土生土长的长岛人 由他带领我们前去探寻半海报 合选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质条件 是长岛不仅拥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 温带海岛前海湿地产阳生态系统 还有规模宏伟 十分罕见的各类地质电网器官 岛上最有名的景点便是位于北岛的九丈崖 而那附近也是最容易看到海报的地方 真冷 这块儿得把衣服穿得 后月夜 现在我穿着一个冬天的女人服 就完全全按照北京过冬的装备去穿着 这边海风一吹 估计这儿的温度体感怎么着也得有将近凝固 这位特别石 有个独立出来的 天然形成的 因为海石作用 这里的海边崖壁直立 我推荐的是先从悬崖下边走过去 这样可以仰望到绝壁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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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不可以仰望到绝壁万丈 这温度的温度就很好 就不让你滑 躺了 爬断了 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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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镜头台阶爬上九张牙 就能看到灯上了 这里也是整个长岛最适合欣赏日落的地方 我们当天的云量较多 所以就不打算在这里遵守日落 阳光明媚海水清澈 那么抱抱呢 抱抱们就在远处的礁石上晒太阳呢 在小总的指导下 我们用无人居前去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长岛附近的海域分布着大量的地埃礁石 这些礁石就是斑海豹的天然气息地 每年三到五月 回游到长岛海域七夕的斑海豹 听说已经超过了四百头 甚至还有几头斑海豹 选择在此定居下来 早在北宋时期 沈阔的孟西笔坛中 就有提到一种名为满海师的动物 或许这就是我国沿海斑海豹的最早文献记载 上世纪末 斑海豹曾依人类的大量捕杀 加之海水的污染而数量锐减 今年来随着各项保护措施的逐渐完善 斑海豹的种群数量正在逐步的恢复中 但即便如此 它们的数量依旧不算多 还需获得更多的关注与保护 在九丈崖景区里 还可以见到一条由废弃军事设施改造的珍珠翠道 长山内岛作为恶守不害海峡的咽喉 会巩固海防保围首都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 我国便在长岛及其附近岛屿 分别建成了许多永久半永久的坚固阵地 即内长山要塞区 如今长岛上面还能找到很多当年的军事设施遗存 最著名的便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建成的连接南北岛总长一千零五十米的海地大坝 在它旁边则是2014年通车的南北长山连岛大桥 连岛现如今早已连生一体 开车来往十分便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暂计的长岛游客不多 海鲜物美价廉 同时还能见到憨态可遇的斑海豹 抽出一个周末给口玩的尽兴 你感觉怎么样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一键三连支持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